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零件就是主機板 在影片開始之前邀請您訂閱Enterbox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大家按讚加分享喔 這集我們會先把幾個重點概念講清楚 再以三個案例帶大家練習 主機板雖然不會直接影響到電腦性能 但它卻是所有零件都安裝的地方 如果品質不好或者規格不好 也會影響到零件效能的發揮 用了也不太順手 相較於處理器 主機板比較不是看價格就可以挑的零件 因為主機板上有很多規格IO 挑選符合自己的產品才是上上策 當然細節很多 像超頻IO規格之後 額外的主題會介紹 這次我們還是先著重在主機板的內容 首先第一點 從主機板的大小來說 常見的可以看到EATX ATX MATX ITX 四種規格 那先從ATX來說 我自己是都念ATX 但是我有朋友會念ATX 總而言之就是同一種東西 那我們以它為標準的話 比ATX大的就叫做EATX 比ATX小一號的就叫做MATX 那再往下小一號的就是ITX 只要記住這四種 就可以涵蓋市面上絕大多數的主機板了 剩下就是一些特例 在這邊就不多說了 接著第二點 主機板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到的就是你機殼選的大小 機殼的大小其實也是用ATX這樣大小去區分的 所以你也會看到機殼標示EATX ATX或者MATX 也有ITX 代表就跟主機板的意思一樣 那跟電源供應器的規格 ATX意思就是不同的囉 好那前面兩點清楚後 我們再看到第三點 那我們看到實際選擇時 如果你是先選擇了MATX的主機板 機殼有哪些可以選呢 沒錯就是要找能夠支援MATX的機殼 或是更大支援到EATX或者ATX的機殼 通常大的機殼都可以往下支援小的主機板 但小的機殼就沒有辦法安裝比它大的主機板 所以像這樣MATX就沒有辦法用ITX的機殼 看到第三點 晶片組 挑選主機板很重要也取決於你用哪個CPU 處理器主要分成兩家 Intel和AMD 會對應到專屬角位和晶片組 兩家晶片和處理其實彼此不相容呢 但很奇妙的是 兩家晶片目前的型號 都是一位英文加上三位數字 AMD目前常見的高階到低階是 X570、X470、B450、A420 越高階的晶片組通常會有越好的擴充性 有能力連接更多的PCIe、SATA、USB 而2020年也會看到B550的晶片組出現 Intel同樣由高到低排列 目前常見的有Z390、H470、B365、H310 而2020年搭配時代處理器消費級 可以看到高階到低階會有 Z490、H470、B460、H410等 雖然理論上來說 只要晶片組有支援處理器就可以安裝 但實際上如果有低階的晶片組 加上高階的處理器 就有可能會發生不太穩定的情況 因為通常較低階的晶片組 本來定位就比較低 主板上的供電用料自然就會比較弱一些 連帶導致高階CPU綁手綁腳的 效能沒有辦法完全發揮 像是我們最近就有試過用i9處理器 搭配H370的主機板 在燒機時就會發生不穩定的情況 後來是透過軟體限制它的最高頻率 犧牲掉效能來換取穩定性 所以選購前我們還是可以先查查 處理器在適合的情況 就要搭配哪些主機板 我個人的建議是不要讓低階的晶片組 配到高階的CPU 像是i3我就建議配H310、B365的晶片組 那i5我就建議配到B365以上 i7就建議配到H370以上 i9就配到Z390以上 實際情況還是要綜合考量 不同廠商差不多等級規格的板子 價差可能就那麼幾百塊而已 加上各個廠商通常都會有高中低階的價格分佈 比較少高階產品賣中階價格 因為這樣也會連帶的影響到自己的中階產品 再來我們談談擴充性吧 綜合了解的主機板大小和晶片組 這兩者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連接能力的上限 舉例來說你可以看到EATX ATX上有比較多PCIE的擴充槽 但像小張的ITX上面就只有一個PCIE-116的擴充槽 SATA也只有四個 反觀大一點的主機板在擴充性上會好很多 但體積也比較大 而實際上對一般使用者來說 主機板的擴充其實都用不滿 不過我們還是要先想好 不然到時候不夠用也是挺尷尬的 還有一些小細節 例如選擇主機板時 也可以留意前置支援哪些IO 通常仔細看一下 主機板的規格都會寫 這部分也要搭配機殼來做選擇 例如是USB 3.2 Gen1有幾個 或者USB 3.2 Gen2有幾個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實力 首先看到MATX主機板 手上這張ASUS TUF B450M Plus GAMING 就是MATX大小 華碩是世界知名的主機板廠商 TUF則是它的指品牌 其主打設計上讓新手組裝時更輕鬆簡單 整套視覺上也會更加同意 像是可以從TUF GAMING的聯盟中 挑選電供、記憶體、散熱器、鍵盤滑鼠等 而像這款海運的電供 就在TUF GAMING聯盟中 可以看到黑色黃色的經典配色 而B450M現在你可以知道 這款板子的晶片組是AMD的B450 它可以通知Ryzen一到三代的處理器 此外B450後面還有一個AMP 代表的就是AMP ATX 所以大多品牌型號其實都含有這些資訊 也有脈絡可循 TUF B450M Plus GAMING 上面有四個記憶體插槽 最高可以支援到64GB的記憶體 兩個PCIe 116插槽 一個M2 PCIe 後置也可以支援到USB 3.2 Gen2 而前置也可以連接兩個USB 3.2 Gen1 燈效的部分 它可以完美的支援華碩的Aura Sync CRA Hashem CRA 及融洽 看到第二張主機板GIGABINE的Z390 AORUS PRO WIFI 這張是ATX大小的主機板 技嘉是世界知名的主機板廠商 而型號中的Z390指的就是INTEL晶片組 它可以安裝Core i8代以及9代的處理器 Z390的後面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後綴 所以通常這樣就代表它是ATX大小的主機板 AORUS則是技嘉的子品牌 主打頂級電競玩家 所以這塊主機板也算是高階了 WIFI則是強調有內建WIFI的功能 像這邊是記憶體插槽 有四個最高支援到128GB 三個PCIe-116 兩個帶散熱片的M.2 PCIe 後置有三個USB 3.2 Gen 2 前置也有支援USB Type-C 燈效的部分它則支援技嘉的Fusion RGB 2.0 特別的像是這張主機板的記憶體插槽也是會發亮的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特點 處理器的供電為12加1項 此外WIFI它支援802.11ac 2.4GHz和5GHz 由補充剪輯T 最大的就是EATX囉 這張是LSI的Creator TRX40 沒錯,它的型號就是這麼簡短 主打為創作者而設計 所以不管是在功能規格上 還是在外觀包裝上 都與電競非常的不同 例如這個白色的包裝 簡潔俐落 主機板本身的外觀也中規中矩 燈光效果都集中在這一區 視覺上就與電競的速度感很不一樣 那它的規格也是非常的澎湃 像它有8條的記憶體插槽 4條的PCIe116插槽 3個M2插槽 而且它也支援了10G的網路 以及Wi-Fi6晶片 後製它也有非常多的USB接口 甚至還支援到最新的USB3.2 Gen2x2 此外包裝中還有這麼一張的擴充卡 剛開始我真的以為它是一張顯卡 畢竟它還自帶一個風扇 但其實這張是一張M2的擴充卡 它可以讓你再多擴充4條M2 eATX通常是面向高階使用者 所以它的面積比較大 可以看到主機板上的零件非常多 這個型號雖然很簡短 但設計就有許多特例 例如像TRX40 其實就是它晶片組的名稱 它是屬於HEDT 留給大家自己去查查看 也歡迎知道的人在底下留言 所以總結一下主機板大小標示 從剛剛觀察出的通則 ATX後面沒有後綴 MATX後綴是M ITX後綴是I 那eATX後綴應該就是E 嗎? 這邊要注意一下 反而到了eATX幾乎都不會標示 例如在TRX40 這樣的晶片搭配的主機板大小 都是ATX eATX的 價格也通常會在1萬到2萬之間 通常是專業用途 資深的玩家才會選購 對這樣的族群來說 其實主機板大小都會考慮到 反而擴充性、頻寬、用料、供電素、散熱、設計方式 這些規格看不到的參數 還是高階產品的賣點了 本部影片看到了三家廠商 維新、技嘉、華碩 都是全球知名的板卡製造商 在板卡界都是寒水會結凍的 真的是台灣之光啊 不過這個產業也非常競爭 利潤都不高 大多都是薄利多銷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搞不定 大概看懂規格 用價格來選也不失是一種方法 相較其他零件 真的算是一分錢一分貨了 我們今天對主機板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不要忘記訂閱Enterbox頻道 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用怕 我們下次見 可以進行 封信 在位職位 小小小小子 有限 提供 奇幽 缺上面